那众所周知呢 黄志贤是有着坚定的中国认同 但是他却出身在一个政治色彩深绿的家庭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家庭和成长 黄志贤196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早年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高中联考时 他以全台第12名的高分考取台湾最顶尖的中学之一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却因为不想顺从父亲要求他学医的意愿 在高二未读完之际就辍学 随后他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打工岁月 期间黄志贤卖过报纸 当过电子工厂女工 出租车司机 餐厅服务员等 25岁那年黄志贤完成了高中同等学历后 带着自己打工攒下的钱前往美国英国留学 最终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企业管理学硕士学位 此后黄志贤返台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担任主管 2003年宋美玲过世 黄志贤发现台湾媒体对这位重要女性 没有全面客观的评价 因此气愤之下开始提笔写文章 从此一发不可收 开始闯入正论界 2006年黄志贤现身正论节目倒扁 百万人倒扁运动师也大力参与其中 因为常在节目和文章中 向民进党猛烈开炮 黄志贤逐渐走上了一条与家人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家人关系一度紧张 我跟家人因为政治立场跟理念的不同 所以其实我家人 我的家父跟家母 还有我的家族 其实已经很多年不准回家 黄志贤成长于台南一个传统的党外家庭 在家中五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大哥是现任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 有个弟弟是台湾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 因为从母姓所以姓苏 黄志贤的大哥黄伟哲曾表示 因为有着为政治理念不同的妹妹 在2004年民意代表选举时 自己差点被影响 而到了2007年拼连任之际 黄志贤又大肆批评民进党 使得黄伟哲一度考虑登报 要与妹妹脱离关系 不过最终这份草拟的登报内容 没有打上断绝兄妹关系的字眼 2007年为了成全哥哥黄伟哲 黄志贤一度做出封口的决定 退出政治评论界 我对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离他越远越好 2008年黄志贤转行投入餐饮业 改行卖魔浴 2013年黄志贤再度回归政论圈 2015年10月 他开始在台湾中天电视台主持政论节目 网络酸辣汤 2016年7月14日 开始主持政论节目《夜问打拳》 而在节目中 黄志贤与家人也不时有交集 2018年1月 身为台湾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的弟弟苏子云 在一场演讲中闹出了风波 事件发生后 黄志贤在节目中痛斥 炸三峡大坝连想都不可以想 也在节目中向大陆同胞道歉 这样子的念头我觉得很羞愧 真的 两岸同胞相爱都来不及 相处 消除 隔阂都来不及 后来黄志贤又在节目中为苏子云做了澄清 炸三峡大坝只要两枚导弹的说法 苏子云是被动回应的 并且马上说那是非法的 不过黄志贤仍然指出并批判他语气太轻跳 没有意识到可能引发的效应 必须公开澄清并说明 2018年11月24日 在夜问打拳九合一选举特别直播节目中 黄志贤与黄伟哲电话连线 庆贺其当选 2019年1月15日 黄志贤在时隔13年后 再度在媒体上与兄长同框 对黄伟哲进行专访 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之前您从小就个性独立 不服输 而且还比较的叛逆 之前的这些过往 也都被大家高度关注 您认为那些年的经历 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我从小喜欢读书 可是上考试考得很好 爸爸就一直想说 你这个小孩子啊 看似聪明 可是不是很精明 不太擅长为自己筹划谋划 然后心肠好像过度好 你要去当医生 因为家户是个医生 可是我不喜欢习医 我就想学文学 其实我很想学中文 所以这就是我内心渴求的 所以我之所以辍学 只是想说 我爸爸说 你如果不要读乌医 你就不要读了 那个时候的叛逆 只是想说 我想追求我的理想 所以就不去读了 我辍学 然后打工 七年 我去当过油漆工 然后摘过水果 摆过摊 送报纸 有一次送报纸 还送到我同学家 人家去上大学 然后我再送报纸 然后在高速公路 中间的分隔岛 拔草 觉得蛮好赚的 然后中午分一个便当 吃得很开心 然后开过计程车 我是开晚上 晚上七点钟 到早上七点钟 在台北市的一个 酒吧区那边开 所以我见到很多的人生白胎 那做那些工 因为多半都是体力工 赚钱还算不错 但是下了班以后 因为你不用再挂心上班的事 所以你可以专心的读书 那七年我读了 很多很多的经典 中国的经典 《红楼梦》 我大概读了一百多遍吧 有一段时间 我可以倒背如流 《红楼梦》 金庸当然是必读的 中国人怎么可以读 不读金庸是不是呢 在读中国的经典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感觉到 那个跟我的心灵相通的 那我到美国去读书 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 当然第一次看到 我们中国的宝贝 然后被人家抢走的 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在那边眼泪一定掉下来 那还不要紧 还没哭是不是 没关系 你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 那种英法联军都抢过去 然后人家这样 你刷 眼泪就会掉下来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 那个宝物的命运 就跟你的命一样 因为你就是中国人 那个感觉 那个情感的连结 那种灵魂的连结 那片都片不来 你就会知道说 不行 我要让我的国家抢 就很直觉的 我要活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然后我这一生 我这个人 我要做什么呢 我当然是要有益于人类 如果你能够让中国好 那不是有益整个地球吗 让中国这两个字 变成对全世界的人的祝福 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想要让我们中国人好 那为中国好 我们就干吧 就这样子 您从小是在一个 深绿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的 可是却走上了一条 与家人截然不同的路 那现在跟家人 在一起互动的状况是如何呢 其实也是感谢家父跟家母 他们其实都是很喜欢读书的人 那家父从小会逼我们读 被唐诗三百首 三字经 那时候家父说 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 中国人怎么可以不读 唐诗三百首呢 所以后来有一次 我就跟我爸讲说 爸 不是我怎么样 是你变了 其实家母也很爱我 他也很纠结 因为家兄黄伟哲 他从政嘛 所以其实台湾很多的家庭 都会 有的人支持这个党 有人支持那个党 那那种 这种 纠结或者是矛盾 不会谈面话 因为都是小事情 可是因为家兄他从政 然后我在媒体 所以变成会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我妈妈有时候会笑说 你这个中国人啊 时间到了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说是台湾人母亲 你怎么办呢 我妈妈很可怜的事情是 她会为了我 必须为我要上台 向支持我哥哥的选民致歉 那这个让我觉得我 对不起我妈妈 觉得我不笑 但是我自问我自己 我没错啊 我没错啊 是我所说的哪一件 不是事实 我们能说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说不出口 我没办法 我今天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 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 最起码都应该做的事情吧 所以从情 从理 从法 从现实利益 做中国人到底哪一点 亏欠你啊 我一直想问台独 那我会觉得说 在情形上 我们家人都没有问题的 但在政治利害上 我常常会危害到我的哥哥 我觉得我很抱歉 可是在事实上 在现实上 这所有的事情上 我觉得我没有错 所以是怎样就怎样吧 如果忠孝不能两全 那我也没有办法 您跟黄伟哲 现在联系还多吗 台独的人会 他们无法对付我 他就会对付黄伟哲 想要挟制黄伟哲来对付我 常常会这样子觉得说 你如果没有关号你妹妹 我下次就不投票给你 那个所有政治人物 最害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所以他们会觉得 他们达到效果 但反观 其实也有很多人 因为我而投黄伟哲啊 所以我上次 我就告诉黄伟哲说 其实每一个 因为我而骂你的人 背后可能有 因为我而投你 支持你的十个人 你知道吗 他想一想 他说没有那么多吧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兄妹就是兄妹 从小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黄伟哲比我大一岁 然后他打棒球 我就是那个讨人厌的妹妹 一天到晚跟着哥哥 我要去打棒球 因为没有人陪我打球 然后他就觉得很烦 我们跟我们男生在打球 陈江东南我很没面子 然后骑脚踏车 他骑的时候我帮他扶着 我骑的时候他帮我扶着 我们是一起玩场 打一起打打闹闹 我们一直都是很亲的 可是因为他从念大学以后 他开始关注政治 那我们常常会一起辩论 每次辩论他会输我 他辩不过我 因为当然他口才也不如我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事实在我这里 我站在事实这一边 所以他没有办法辩议我 可是从政 他是有很多现实的包袱的 所以有时候 他如果跟我讲话 他很害怕 有没有记者在拍 有没有记者在拍 我说干嘛 所以他会很害怕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讲这种话 你不要讲这句话 又害到我 所以他其实顾虑的就是 他的选民会不高兴这件事 可是我的节目被停播 而黄伟哲他在压力之下 他出来帮蔡英文政府背书说 绝对没有施压 所以我就想问 忙于台南市政的市长黄伟哲 怎么会有办法去躲在 NCC 就是主管电视台的机构的办公室 办公桌的下面 去发现他有没有对付我呢 他当然是有对付我的 所以我还在生气当中